開始了 開始了 哈囉 大家好 永康直播 Part 2 來囉 來囉 看大家進來了沒有啊 看大家進來了沒有 我們現在先 趕快進來 趕快進來 我們現在先來做一下那個聲音的測試 這樣子可不可以 測試可不可以大小 大小聲可以嗎 可以可以 來妹妹 來講一下 講一下話 看看聲音可不可以 因為上次我們 上次在直播的時候 有聽眾朋友反應說 有的聲音太巧聲了 你講一下聲音 哈囉 大家好 那遠一點呢 哈囉 大家好 有沒有聽到OK這樣子可以嗎 可以齁 可以齁 好 然後我們今天呢 今天直播很不錯 妹妹我聽到一個消息還蠻開心的 還蠻開心的 什麼消息 就是 蛤 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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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聽到一個聲音 我們聽到一個消息還蠻開心的 聽說我們上次直播的流量好像是 我們所有直播群裡面是最高的 真的是還不錯齁 我真的是非常謝謝 大家很從長 謝謝我們的粉絲 我們現在好像也有粉絲 可以啊 跟粉絲打個招呼吧 哈囉哈囉哈囉 大家好 我上來了嗎 現在有誰上來了 敏兒 敏兒 哈囉 敏兒 林美惠 美惠 太好了 謝謝你 今天來看我們的直播齁 你你 喵妹 我們 我姐沒碰面了 好久喔 從上次直播到現在 兩個禮拜多了齁 因為現在都分流三半都看不到 我發現你今天的髮型特別的美 很美齁 還去剪的 對啊 不不美 我們喵妹是下了重本的齁 不貴不貴 好 那今天呢 可以跟粉絲再打聲招呼齁 哈囉哈囉哈囉 然後我們今天呢 呃 我們來自有介紹一下齁 對對 我們今天因為剛剛是在測試齁 待會我們現在就是要正式進入主題齁 聲音啊 燈光啊 氣氛啊 應該都 聽得到我們聲音嗎 聽得到我們聲音嗎 可以啦齁 可以齁 好那我們就再重來一次囉 好來 好來 大家好 你先介紹來 今天喔 大家好 我是永康店 妙妹 我今天是 扮演武當派 來囉 武當派來囉 來 好換我 我是 是 少林漢 竹林 我們今天兩個到底要幹嘛 要練武功嗎 是啊 其實我只會跳舞啦 我是不會跳舞啦 我會練氣功啦 我很會跳加計舞 那今天呢 呃 我們 為什麼要PK 要PK什麼 看訓軟鞋好餐 或是硬鞋好餐 對 我們今天呢 呃 就是要來PK 到底是要軟鞋好呢 還是硬鞋好 這個就是等於是我們是持續 上一次我們的呃直播 我們的直播內容 那其實我們就希望說 我們每次直播的時候呢 能夠給觀眾朋友有一些呃 知識啊 或者是說有一些收穫 不論是你是在選鞋方面啊 或者是逐步的保養方面啊 都可以 那當然今天最重要的好些 我們要先提醒一點就是說 你要記得在我們的直播的時間 打0800500506進來喔 那我們就會送你300元的折價券 那300元的折價券上次有聽眾朋友說 觀眾朋友說有那個怎麼用 折價券你其實你只要 你只要打電話進來 然後留言 呃我要KIMO健康錢 好那我們就會 送你300元立馬折掉 對300元 那300元折價券怎麼用 立馬折掉啊 對不是300元折價券 有上次觀眾朋友說 啊那怎麼用 但我們會 就是你打進來 我們會發簡訊給你 那上面簡訊就會有一組號碼 你有了那個號碼之後呢 你到我們實體店面 或者是到我們的網路上面 你只要是購買7折以上的商品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300元折價券 立刻抵掉 喔這樣就 限抵的限抵的 差很多喔 差很多啊 以往打8折要抵300 喔真的很優惠 7折以上 是7折以上 所以包括我們如果有 有生之券的朋友 或者是 你常常買我們鞋子的客人 就知道齁 生之月也可以用齁 對我們的價格 其實都是 八折啊 或八五折以上 那如果你又多了一個 300的話 等於說又多打一個九五折 所以一定要記得 撒電話進來 0800500500 來請包這一支 對 郭文門門司也可以 對那今天呢 郭文門門司也可以用他門司 223952733也ok 對 那今天喔 我們那個PK的重點喔 我們現在回歸重點 就我們PK的重點 是軟鞋還是硬鞋 好那你是武當太 所以你講前 你是訴求的是 你希望鞋子要軟才好算 那軟的話是怎麼樣的軟法呢 我喜歡穿的軟的就是這個鞋面 鞋面一定要軟 我穿了才會舒服 可是他鞋面雖然是軟的話 後面的支撐點是要夠喔 不夠的話這樣子 穿起來太軟的話也是走路會不安全 我喜歡他這個軟布的 你喜歡等於是說 最重要的就是鞋面要軟 對鞋面要軟 我們所謂的軟鞋就是鞋面 鞋面要軟 然後還有哪裡要軟 哪裡要軟 鞋面軟啊 還有鞋墊要軟 還有鞋墊啊 要軟硬適中也不能太軟 因為太軟我以前穿過很軟很軟的鞋墊 走起路來是這樣子搖晃的 走起路來是很多滋沒有錯 可是齁 對我們的腳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好 腰痠背痛 足底筋膜也來找我 對 所以你一定要軟硬適中才行 那這個鞋面的話我是希望他 我挑的鞋子我都喜歡軟的啦 鞋面要軟喔 對 因為鞋面軟的話 他是來卡布的啦 或是往復的啦 透氣的啦都OK 這個穿起來是當然很負負的 對那我這邊代表我是武當少林的話就是要硬 那鞋子要硬的部分是哪邊要硬呢 第一個就是你的前掌前鞋尖的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你要硬 你才不會就是防踢 你才不會踢到腳 踢到的話才不會受傷 這個地方要硬 嗨儀華 還有啊 我這身好穿不錯 還有這個地方要硬 後包要硬 你的腳跟在裡面的時候 你走路的時候才不會彎來彎去的 這個地方才能夠保護你的腳 還有最重要的一個地方就是 足弓支撐這個地方 足弓支撐這個地方要硬 這個地方硬就是強要你的腳的穩定度 你的腳穩定了之後走路 你才能夠每一個步伐都很穩 好那我們講求的就是硬跟軟 所以一雙鞋子不是不一定說 我就是一定要很硬或者是要很軟 那就是我們的鞋子就是軟硬勢中 所以有軟有硬 這個才是我們健康鞋的一個最大的特色 而且它這個鞋底喔鞋底重點 要它一定要做防水台一個厚度 對 沒有一個厚度的話 我們的鞋子喔 你直接貼地面的話 這樣子直接貼在地面的話是太薄了 那個很容易腳底痛 所以我們健康鞋的設計 它會設計一個厚筆 它的底台會做一個厚筆 好那我們現在今天這個 其實今天的話 這一雙健康鞋是我們今天這樣介紹的重點 我想要穿一雙 對 那這一雙健康鞋喔 我們有兩色 很好穿 有兩色的話 我兩色一個是 哎呀我們黑色的鞋子跑到哪裡去 所以這裡 黑色的 好我們有黑色的 好有黑色的 兩個顏色 然後還有紅色的 這兩個顏色我都很喜歡啊 這個媽媽最愛啊 很美齁 我穿我們家每一雙都很美啦 現在那個疫情這麼嚴重 再封下去的話真的要瘋了 對啊都會吃土 真的怎麼辦啊 每天在家無聊喔 可以拿起電話啦 動一動手指喔 打來無聊打來我們永康店 跟我們聊天也都ok 對來跟我們聊聊天 打這一支 203952733 或者是0800500506 我跟蘇琳都站 你要打這一支才能 才是永康店 你打這一支的話公司會跟你聊天啊 好那對還有一點齁 我現在要提醒大家 你們一定要看到最後齁 不要等一下就跳出去了齁 因為我們每一集我們都準備得很辛苦 所以一定要支持我們 一定要看到最後 那看到最後有什麼好處呢 喔非常優惠 看到最後的話我們會有 有問答 有問答 那你只要我們會有三題問 三題問題 三題問題 運指 那買健康鞋要怎麼有什麼贈品呢 對 那這個是 你看到沒有 你只要有什麼贈品 那買健康鞋要怎麼有什麼贈品呢 對 那買健康鞋要怎麼有什麼贈品呢 對 那這個是 那這個是 你看到最後的 有獎 問答 有獎問答所送的贈品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活動也是 你買健康鞋 只要你打電話 0800 500 506 買健康鞋 或者是我們任何一款鞋款 八折 健康鞋 只要是買健康鞋 八折我們就會送你健康鞋 還有折價券送300 還有送一雙跑襪 就會送你這個健康跑襪 這個跑襪的話 一雙300多塊 顏色好多 那你看你如果說 你有300元折價券再折了 再送這個跑襪 380 那就折680 所以非常的優惠 要記得趕快打電話 來 08005 005 06 或是打 2395 2733 都可以 那我們剛剛說了這麼多 我們在持續上次我們直播的內容 我們有講到 我們 我記得我們上次直播 我們有講到 鞋墊啊 還有鞋墊的介紹啊 還有健康鞋的介紹啊 好 那這一次的話 上次我們是有介紹 藍色的涼鞋 那今天的話 我們介紹這個是紫色的涼鞋 紫色的健康涼鞋 這個也是我們今年 還有拖鞋師的 最新的 上次我們直播的時候 是他才剛剛上市 那這兩三個禮拜 其實已經 也賣了差不多 賣了很多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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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色賣了很多雙 好 一樣他都是可以做 調整的 可以調整腳背 有網友問這是什麼材質 楊皮 這楊皮的很柔軟 這是我最喜歡的軟皮的 我包鞋啊 涼鞋我都喜歡很軟的 因為軟鞋的話 穿起來這個是超好 比較不搖匠 還有一樣是有不公司車 還有鞋墊也很棒 鞋墊是可以拆的 但是鞋墊拆下來 是這樣子 量很難 所以 直接拿上面那個拆好了 拆好了 我最會拆這個 我等一下跟客人說 拆下來 我有時候齁 我還蠻 我真的很配合 佩服我們的設計師 你看我們 我們的設計師齁 他真的完全不馬虎 他連鞋墊都做得這麼漂亮 裡面都是手工的喔 連鞋墊都做得這麼漂亮 就算是他是放在上面 他還是把它做得很漂亮 顏色做得非常非常的繽紛 非常的好看 當然他最重要 這三個顏色 他會做不同硬度的區分 前 中 後 前面跟後面 他這個軟度 他會比較Q彈一點 那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少林派 所支持的就是比較硬的 就是這個足弓的地方 這個地方 腳硬 他才能夠把你的腳 撐起來 其實我們現在 我們的腳喔 我們的腳 在走路的時候啊 他有分三個 腳呢 我們有分三 走路的時候有分三個實習 當然今天為了要 為了要直播其實 我們有時候上 像上課啊 我們有去查了一點點資料 我們在走路的時候 人在走路的時候 你把它放回去啦 人在走路的時候 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 第一個 走路的時候 就是有 踏在地上的 第二個就是站立的 然後再來就是推進的 所以我們在 有客人說這個涼鞋鞋墊好專業喔 對 這個涼鞋鞋墊的話 因為它 因為它要做足弓支撐 所以它是非常 而且 我們其實講起來 涼鞋的鞋墊 它會比我們的包鞋鞋墊 會稍微軟一點點 它很Q彈 會稍微軟一點 但是它是 它是有彈性的 可是它不是那一種很軟的 你一踩下去 它就整個趴掉的那一種 它是Q彈的 那這個健康鞋的鞋墊是 它也是有彈性 我們健康鞋的鞋墊上面 你看它的前掌是這麼厚 所以當你在走路的時候 你腳踩上去的時候 它的壓力它是可以釋放的 那也是有點厚度耶 對 那最重要的是 足弓這個地方 我們的腳為什麼會有足弓呢 每個人的腳都有足弓 有些人沒有足弓啊 對啊 它就是高跟足弓 中足弓 低足弓 但是我們為什麼會足弓 足弓它是在我們腳上面 有什麼樣的作用呢 足弓最重要的就是 它有吸震跟避震的效果 所以有時候就像是 你是扁平足你沒有足弓 我們還是要把它製造一個假足弓出來 那要怎麼要製造一個假足弓出來 那就是穿鞋墊 其實我妹妹你賣鞋子賣多久了 我賣了十幾年了 十幾年了 十幾年了 你賣鞋子 從年輕賣到老 你賣鞋子 應該有賣過好幾個品牌了吧 對啊 賣過好幾個品牌 那最近就是這樣 當然在我們公司 那你覺得我KIMO的鞋子 跟你以前所銷售的鞋子 有一些什麼樣不一樣的呢 完全不一樣 怎麼樣的不一樣呢 以前賣就是外面很漂亮 BULIN BULIN 對那個鞋墊喔 就是一層匹包著而已 那層都一層匹喔 而且是硬斑斑的喔 我們的鞋子 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鞋材 真的非常好 對我們的墊子喔 真的是很棒 好那還有就是我們像 最近我們常常 公司最常推的就是健康鞋 這一兩年啦 為什麼 你覺得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的健康鞋 七八千塊 為什麼會賣的那麼的好 因為健康鞋喔 它的鞋墊喔 功能性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我們設計到喔 那你的鞋底 是整個鞋底的厚度 是配合這個鞋墊下去做的 嗯 所以它的鞋墊穿起來 它這個竹底緊紅眼穿 真的是超棒的 然後 眼皮組的來穿也不會累 好那 現在喔 我覺得我們 我們已經 也介紹了這麼多鞋子齁 那 等一下呢 我們可能 你今天有沒有看啊 你今天有沒有擦指甲油 有咧 有擦喔 好 我為了要直播 我都特地擦指甲油耶 等一下齁 等一下 趕快播我們的08005050 你祂要記得播電話進來齁 可以送你350塊 organic 你 competed 你可以選estyle 然後記得要按讚跟分享 你就可以得 300塊 你就可以得 300元的筆用金 蘇莉我們來穿頁 dép 好不好 好 你先去換涼就是 等一下我们妙妹很喜欢走台步 等一下我请她走一下台步 那今天的话 要记得我们今天还一样有加架购这个饭店 很多客人他会问说 有客人在问鞋子鞋子到底要穿硬的好 还是穿软的好呢 鞋子的话他要硬干硬的地方要硬 干硬软的地方要软 要软硬四中就对了 干硬软的地方就是说你的皮面你的面要软 那你的脚才不会压才不会有压迫 那你的脚鞋底要有一个支撑力 支撑就是鞋底要硬 其实我在这边先跟应该时间还好 我们时间还有一点时间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个经验好了 要被你慢慢换好 我去年跟朋友去爬山去登山 应该说是登山我们去说要攻那个大八肩山 然后我们朋友都说真的是 因为其实我平常不是很常运动的 我可能偶尔是练气过就是我只有练过气过 但是我们不是说像常常每天都要去爬山 但是对于你要爬那么大的山 其实对一般的登山山游的话 可能是a piece of cake 就是小菜一点它是很轻松 可是因为我们这个不常运动的人来讲 是生不如死的一个经验 我真的爬到最后爬了真的是 我突然想到一个成语叫做举步维艰 就是你要踩上去一步 你都觉得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但是两天下来虽然没有攻顶成功 然后两天下来当然收获还是很多 是超厉害的耶 还去爬山爬那么高的山 我只会爬枕头山真的 有客人说想看少林功夫的美女是穿鞋子 好等一下我会试穿 我穿好了耶 等一下我会试穿 我来了 结果后来回来其实我本来以为我会铁腿 但是我穿了我们的健康鞋 其实真的还好 真的虽然是很累 但是回来竟然没踢腿耶 所以这个就是证明 这个就是证明你穿走路 你走路要走多一点路 你一定要穿支撑性好的鞋子齁 这双很棒来 闭眼闭眼 赶快看这一双适合你 这是你的最爱 客人在问那个0800打不进去 可以打哪里呢 我要走几步吗 打 你可以往前走 看他懂看的电话吗 还是一样打 转身 可以打23952733 我的电信是真的很好啦 他就是软硬四中的鞋垫 我赶快打电话进来 如果0800506 打不进 打不进来的话 可以打永康店的电话 23952733 这双颜色也很漂亮 他有蓝色 他有蓝色 可是蓝色上次我直播已经介绍过的 我今天穿紫色给大家看 很美齁 其实为什么会很多人有足底筋膜眼 你知道吗 可以调整齁齁 上次讲过可以调整 我们的脚 我们的脚 我们的脚有多少骨骼 多少关节 多少韧带 我上去我去查了一下资料 我们的脚 我们每一只脚有26根骨头 26根骨头 33个关节 107条的韧带 还有19条的肌肉 所以为什么会有足底筋膜眼 我们每一只脚有107条的韧带 韧带 就是因为是韧带这么多 所以为什么会有很多人有足底筋膜眼 走路太累也会 因为其实我们的脚其实是韧带比较多 肌肉只有19条 穿错鞋也很大 所以为什么会有足底筋膜眼 就是因为我们的脚其实都是韧带 那你韧带如果使用过度的话 你足底筋膜眼就会 你的 它就会发炎 就会开始痛 你就是这样子 好那 那刚刚说要看我穿那个凉血 因为我的脚比较瘦 我今天 等一下我再穿哪条的鞋 这都可以调脚这个喔 其实 今天的话 这个我也要介绍 这个是我们今年春夏 今年春夏新的凉血 这个是属于瘦脚的 好 如果你觉得 如果你的脚比较瘦 如果你的脚比较瘦一点的话 你可以穿这一双 颜色都好漂亮 好那这一双的话 因为它的底也没有很高 严格上来讲的话是平底的 那其实我们鞋子喔 你选鞋子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后跟 跟你的前掌至少要有1.5公分到2公分的高度差 这个才是最好的 不要太平喔 不要完全整个很平喔 不要完全觉得很平 很平的话 对我们的脚足底筋膜就会很不好 如果穿太平的鞋子的话 其实很容易会有足底筋膜炎喔 好那妙妹你还要再穿哪一双 我来穿这一双好不好 好我们上次对好你穿 我们上次有讲过喔 穿错鞋子穿错鞋子 不是只有脚痛喔 穿错鞋子是膝盖痛腰痛脊椎痛 再来就是你的肩膀痛 所以鞋子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我刚刚有前两天有一个 有一个碰到一个客人他在 他在马街医院 他在马街医院他是送中人送病例的 你知道那个在医院送病例 都是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的 他就跟我说 其实你看他在马街医院 就是送病例 他也是他其实观念 我后来跟他聊 我觉得他观念很好 他也是觉得说 喔什么都可以省 他说鞋子真的不能省 他一定要穿好的鞋子 一定要穿好的鞋子 穿的这一双是比较阳光 这个是我们今年春夏很有夏天风格的 一个很丛林风 丛林风 颜色非常的 那个冰分 那一天那个 那个 罗美眉 罗美眉 罗美眉也买了一双 罗美眉是谁 两个色 我黄色有点大 而且他这一双也是可以调整 我们今年夏天做的凉鞋 几乎都可以调整他的宽度 所以瘦脚啦 胖脚的人都ok的 都不用担心 颜色非常的缤分 你们觉得我们家的鞋子 看起来像糖果都很好吃的颜色 都好美 都非常的亮 其实我们介绍了这么多 我们真的要实际穿起来 我觉得穿在脚上 然后花会比你拿在手上 我们要来看我们的刀鞋 好了 那我现在看 我现在脚上穿的这一双 我现在脚上穿的这一双 是我们 一向一直都是很好卖的 那个071底台 那他这个底台 他的特色就是 他的后跟 也是大概差不多3公分高度 然后还有他的底油 我要强调这一双 因为这双鞋这个底台 我已经穿了3、4双了 这个底台 他的Q弹性 他的Q弹性 你看我彩 他的Q弹性非常的好 就是如果你喜欢 穿稍微偏 有一点点软的鞋子的客人 你可以选这个底台 欸 苏婷姨 你这么高你的脚好像不大 好小喔 我是7号脚 喔 你的脚好瘦气喔 我是7号脚 那这一双鞋子他穿的 当然他还有可以修饰脚型 最重要他也是属于可以瘦脚 你瘦脚可以穿的鞋子 我们这071的底牌喔 每一点都有 对 因为这个 造型都不同 这个底还有这张皮喔 这个都是进口的羊皮喔 这个皮你看他有一点点亮亮的 好 有一点点亮亮的色澤 你看有一点 他就是比较内敛的 他不是那种一看上去就是bling bling的颜色 他是比较内敛的颜色 那你也可以就是一般上班来穿 都非常的舒适 而且主要就是你穿脱很方便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这个地方喔 他不会让你很容易就是 变脚 穿对 穿这种前口的鞋子 最怕的就是怎样 被掉脚 你脚会这样掉 他包覆性包覆的非常的好 他包覆性很好 所以你在走路的时候 他其实是非常的轻便 他非常的轻便 他包得住啊 那这双鞋你看他的皮质 他的皮质是很软 非常的软 非常的柔软 他上面做这一条啊 他这个造型也是让你说 包覆性比较好 对 不容易掉 包覆性非常的好 这双好穿 真的好穿 对 有客人问说鞋子后跟会包脚吗 会 你看到这个就很包啊 这个都我的尺寸了 我是穿漆掉 这两双都是我的尺寸 他很包脚 他不会掉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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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种鞋子 你如果会掉脚 你走路起来 就会很吃力的 就会很吃力的 这一双我也是很推荐你 今年春夏 今年春夏 快打电话进来 打电话进来 0800500506 好 这可以送你八折 送你三百折下去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你再帮我介绍一双 我是每一双都很爱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穿得多鞋好不好 可以哦 这一双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 呃 我们家的基本款的招牌鞋 要记得打电话进来 好难耶 把电话0800500506 不好意思 我们直播有点 会不会有点 有点 我们是比较随心一点 因为 因为 也不要太严肃 我们就是很随心的 那就是 这就是我们招牌底台 对 橡胶底的 好 后退一点 走一下 走 走台步 走一下 走一下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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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你看我们家的颜色都很缤纷 我超爱我们家的颜色 我这一双粉红色的 我卖了好几双 这双粉红色的 一样哦 一样 它的重点一样是可以调整脚背的 一样是可以调整脚背的 一样是可以调整脚背的 橡胶底啊 超好穿 耐穿又耐磨 会不会很重 不会 我们公司设计这个橡胶底 都是不会很重的 有网友问说 这是不是手缝出来的鞋子 它是手缝的 全部都手工的 全部哦 他这个手缝鞋 客人反应说都穿不坏啦 这一双的 他这个手缝鞋 手缝鞋一般 一般哦 师傅在鞋场 最多只能缝二十双 二十五双一天啊 因为他这个是真的是 纯手缝 手手师傅 一天只能缝二十几双 所以我们这种 手缝鞋的话哦 每一季的产量都不多 鞋底这边也是有足弓支撑哦 好这个 我们KIMO的凉鞋哦 重点就是有足弓支撑 你看一般外面那个凉鞋 都是一层皮扁扁的这样子而已 我们的都有足弓支撑 而且我们是全皮的 这竹皮 又透气又除臭 因为这个楼化是我们的招台鞋底 我们 很多款啦 KIMO已经在台湾卖几年 这个底就是卖了几年 好 KIMO已经今年应该是进入第十一年了 我们有客人穿这个底穿了十年 十一年 我们有KIMO就穿这个底穿到现在 这个楼化都是很多客人都是很死忠的很死忠的 好 打电话进来 0800500506 0800500506 好 然后等一下 等一下我们 等一下的话 我们介绍最后 我介绍最后一款鞋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提问题了 好 好 那还有那个 一般我要提醒大家 你买鞋的时候 买鞋的时候 一定就是我们脚是什么时候是最大的 你知道吗 晚上 脚什么时候最大的时候 不要再看手机了啦 哈哈哈哈 晚上脚是最大的 晚上脚是最大的 是吧 晚上脚是最大的 然后我们脚的足弓呢 就是它的功能就是支撑性 它的最重要是吸震避震 我们的足弓的功能 所以 当我们的足弓是空的时候 你走路就是很吃力的 好 有人要看 古丹派的张三丰啊 要做什么 张三丰他 哈哈哈哈 不要啦 好啦我今天再介绍最后一双鞋子 这双鞋子是我的最爱 我已经 再拍一下再拍一下 好不好 这双鞋 这双鞋目前已经要断盲了 所以我们要等 我们要再等下一批货 再到货 这双鞋它是 它的特色是什么 谈利羊皮 这个你看它的 等一下好 我先把它脱掉 它的皮 它是有弹性的 它是有 就有点像那个松颈蛋 有点像松颈蛋 但是它是皮革 但是它是皮的 它是羊皮 这双皮是很特别的一个皮 很特别的一个皮量 所以这双鞋子 不论是瘦脚或者是胖脚 它穿起来 就是很修饰 而且 就算是胖脚穿起来 胖也不会觉得压脚 所以它穿起来 就是很舒服的意思 非常非常 完全非常非常的舒服 比布的鞋子还要舒服 我只能这样说 比布的鞋子还要舒服 这个就是符合我们 今天的重 我们今天主题就是 上面要软 这个是软的 可是我们的鞋子 我们这个鞋子的支撑 支撑性 我们这个鞋底的支撑性 还是有的 所以软硬是很适中的 那这双鞋子真的是 就是会非常的推荐给大家 可以再讲一次吗 你说这个材质是 弹力羊皮 我们叫做弹力羊皮 它就是有弹性的 它是很有弹力 有没有 它是很软的 它很软 非常的舒服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很轻 它很轻 它不会 不是说像一般的厚底的那么重 所以它非常的 最重要的是它很好搭配 你不论是长裤啊裙子啊 其实我常穿这双的话 我都配洋装 那请问一下这双鞋的价格 这双鞋是4390 它有优惠吗 4390打8折 你今天打电话进来的话 就是打8折 好就是打8折 电话打不进来的话 也可以留言哦 留言一样送300哦 好一样留言 来0800 500 506 好我们现在 留言也送300 这要最后一点点时间哦 好我们今天要麻烦你 跟大家讲一下 选鞋 选鞋 如何选购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子 如何选购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子 就是大致上要注意哪一些 第一个 你的最重要的 就是鞋面啊 皮革一定要软啊 皮革一定要软啊 皮革要软 然后呢 我一般我在选鞋 我都一定会有一个防水台 这样子的话 穿起来我的脚底比较好 因为我以前穿太薄的鞋 像那种人自脱啊 穿一段时间哦 都会用你的脚去支撑那双鞋 所以独立筋膜炎都会来找我 真的 我们要用鞋 而且 选鞋的时候千万不要买 刚刚好 一半一半很紧的鞋 一定要有点空心 这是重点 因为你太紧的话 很容易造成你的脚趾头 微轻 而且也会长支点 所以要用一根小指头 一根指头下去 千万不要刚刚好用紧 刚刚好你说啊 6号我就穿6号 不是这样子的 你要去试穿看看 对 因为有些鞋板它会比较大 有些比较小 有些比较小 我们刚刚有讲到 就是说我们傍晚的时候 晚上的时候脚是最大的 所以你一定要有点空隙 留着一点空隙 尽量就是选在 那你的脚趾头的话 可以在里面动 有一点活动的空间 不要怎么绑得紧紧的 好 大概买鞋的话 我们就是需要注意些 赶快打进来啊 打进来留言也可以哦 然后 那可不可以打电话 来跟你们两位预约呢 可以啊可以啊 这个是我们最希望 最希望接到的电话 现在当然在家很无聊 你可以拿起你的电话 打我们 23952733 我们现在我不留上班啊 我跟淑林一人上一天 所以我们两个都在 他是武当妙妹 少林淑 妙妹 少林淑林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 真的我们只剩下最后五分钟 好了 不要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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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要抢打他 注意哦 注意听哦 注意注意听哦 是留言吗 对啊 对啊 留言 不是打电话吗 打电话 打不进来的话 就留言 都可以 留言哦 好 今天直播在哪一家店 快点快点快点 来 知道的人赶快说 赶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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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下讯息 有吗有吗 要留下讯息哦 想要得到精美礼物的人 赶快留下讯息哦 今天直播在哪一家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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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哇 哇大家都知道我那么厉害耶 哇全部都知道 郑星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人的脚什么时间是最大的 这那么简单快点快点 打这个 UH进 en 打不进来请留言 打不进来请留言都可以哦 题目可以再讲一次吗 两句而已啊 三题 人的脚 什么什么 一天當中什麼時候是最大的 我大家都好聽到 有沒有選擇題 有沒有選項 早中玩 哈哈哈哈 早中玩 什麼時候是最大的 好 所以你買鞋子的時候 一定要在腳比較大的時候去買 不要是腳小的時候去買 蘇琳再問一題 好 很簡單 來 這一題 KIMO是哪一國的品牌 這個是送分題 趕快打電話 打不進來留言都可以 有嗎 可以囉 題目可以再講一次嗎 好 你再講 請問一下KIMO是哪一國的品牌 知道的人趕快留下訊息 都厲害 都知道 這個 這個根本就是送分題 這個根本就是送分題 好 當然最重要還有我們 今天的正題 它是誰用抽樣 就是送鞋墊 還有修容組 你可以加購 加購我們半墊的 這個半墊的 這個全墊 加購2980 有什麼特色嗎 可以再稍微介紹一下 你說是半墊的嗎還是 鞋墊嗎都可以 要介紹鞋墊嗎 半墊的跟全墊的 你看 這個半墊 我會建議客人 這個的話它就是 應該是 比較通用性 會比較強一點 因為它是 它是 你不需要考慮到鞋子的大小問題 你不用擔心說放下去 我鞋子 原來的鞋子會不會太急 不需要 你只要原來的鞋子 放上去 放上去就可以了 裡面有健康鞋墊就不用放了嗎 就是放上去就可以了 那你放上去 你直接穿就可以了 你 它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只有一半 它只有三分之二 所以你的前掌 不同腳 不同腳 你的前掌 不會影響到大小 所以你只要出門 你當你要出門的時候 你就拿起來 放上去穿著 你就可以出門了 那當然這個墊子 它最重要也是 最重要是這一塊 這個的話 它是有專利的 所以最重要 它這個跟我們健康鞋子 是一樣的 一樣的 只是插在這個是整張的 這個是一半的 這是一半的 你這個你可以 你放高跟鞋 球鞋都可以 有人問說 你要放涼鞋可不可以 要放涼鞋可以 放涼鞋的話 就直接把健康涼鞋就好了 如果 有的客人如果說 我原來的涼鞋 那我怎麼辦 我涼鞋拿涼鞋 我是不是要丟掉 一樣 只是比較不好看而已 你要放上去 它會跑來跑去對不對 你用個雙面膠 雙面膠或魔鬼沾 雙面膠就黏住 黏住就好了 黏住 它就不會跑來跑去的 但它就變成 它就是固定在這雙鞋 沒有辦法說 像放在包鞋 你可以拿來拿去的 但是都可以 如果說你真的 腹筋膜眼角痛的話 你也可以這樣子穿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那全店的話 全店的話 你就一樣 是可以放在一般的鞋子 但是就是 可能要考慮到 鞋子的大小的問題 如果你要放的話 可能就是你的鞋子 如果你要去買鞋 還有很多的鞋子 今天最優惠 趕快打電話進來 來 08-00-500-506 或是來永康店 23952733 好 我們 今天的直播 差不多了 我們兩個想要很高 我們算很準時 準時下來才是最厲害的 不要超死 記得喔 記得來永康店 找武當派喵妹 好 來找少林泰 熟林 那一定要記得打電話 可以跟我們預約 我們現在 對我們現在上班的時間比較短 下午一點 下午一點到晚上8點 手機電話筒拿起來打 用他們聲 反正你就是打電話來 跟我們預約 我們就可以特別為你服務 其實現在 真的 疫情真的嚴重 我知道大家都不想出門 所以 沒有辦法 我們就只能在家裡 可以滑滑手機啊 沒有關係 如果你是跟我們預約的話 因為你打的時候 可能店裡面大概就只有我們而已 我們 跟一兩位客人 所以 其實我們的 那個 不會很多人 所以 我們 我們是很健康的 我們是很安全的 消毒 好 那要記得喔 下次的話 我們 我們都有消毒喔 對 我們一定有消毒 你放心 我們的清潔工作 消毒工作都做得非常非常完美 我酒精是用的超兇超兇的 所以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說 近來是安全的 對 那個衛生問題 我們沒有問題 我們這個都是要做很好的 好 那我們今天的直播呢 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 在這邊真的 祝福大家 真的要健康的身體 大家都能夠平安安的 趕快解剖 那就可以 全部的人都 家人通通帶過來 其實我很 次代 報復性消費 趕快來 哈哈哈 好 我們今天就到這邊了 謝謝喔 拜拜 拜拜